卻年連任台東縣議員的張振輝 22號召開記者會宣布 將角逐20203D原住民立委選舉 是台東縣第一位表態參選的 國民黨籍政治人物 而同黨的台東縣長饒清零 跟議長吳秀華等多位議員 都到場立庭 肯定張振輝的政治經驗 畢業於台大政治系的張振輝 承認兩屆進風箱長 目前連任台東縣議員 他希望進入國會 要讓原住民族轉型爭議 跟相關族群政策 能夠被社會大眾認同 並順利推動 原住民要的不只是給予這種福利 而是真正的透過歷史的轉型爭議 讓我們理解原住民的故事是什麼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 他需要怎樣真正的正義的關懷 而不是糖果式的摩托式的 這種政策 我們透過黨也好 透過大家的支持也好 能夠把一位拉到台東來 為我們台東的鄉親 尤其是原住民來發聲 昨日提到自前立委林天生 當選台東第一位三元立委後 台東近30年 不曾拿下一席三元立委席次 而日前同為國民黨籍的 馬家鄉長梁明輝 率先表態爭取黨內提名 梁明人該如何贏得這場選舉前哨戰 民眾都順目以待 原始新聞直播整台東是採訪報導 都聚集中的右手